我这边就是我去搜了真能源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就可以复盘出 它之前为了这个黄金能做的事情了 这个项目名称是海洋能源开发 项目组是这个真实能源 报告人就是新地质 然后新能源是黄金能 勘察的地点是步入海域 发现了这个黄金能 然后勘察过程写了 黄金土表面生长着一种 可以发出幽蓝微光的深海植物 为了加速黄金土的开发 建议直接铲除 黄金土可以体验出一种特殊的金黄色物质 是一种可以替代石油的性能源黄金能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寓意 人为了要更好地去挖这个土 就把那个蓝光草给刨了 但本身这个星球给了我们一个平衡 是 它是相辅相成的 它在给你提供这些有毒物质的黄金土的同时 它在上面附着了 可以吸附这些有毒物质的蓝光草 对 它本身是没有恶意 也没有要伤害人类 就反而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 为了要黄金土 就把那些蓝光草全部都刨掉 破坏了生态平衡 这个动作其实是蛮有寓意的 其实相当于潘多拉磨合的盖子 揭开了嘛 然后但是其实现在 大家想的是把这个盖子给盖了 或者说平衡被打破了 对 嗯 对 对 感谢观看